欢迎收看90后宝妈记录在娘家摘百山果的一天 姐妹们早上好呀 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的 睡到了今天早上八点多钟才起床 没有孩子在身边就是爽呀 今天出太阳了 老妈说要拿骨子到外面去再晒一遍 刚开始是我扛了一袋 老妈扛了一袋 后面我感觉有点重 就叫老弟来扛一袋的 结果笑死我了 他很少干浓和的都背不动 后面只能我来背了 这扑席子还挺长的 放了四袋骨子 把它们全部都倒出来 把它们均匀的摊平 每个角落边边角角的都不放过 奶奶也拿了昨天刚剥的玉米粒拿来晒了 她家那边到下午就没有太阳了 所以的话她就拿来这边亮了 家门口这里就是从早上到晚上都有太阳的 所以也是比较方便 老妈做的甜酒可以吃了 装到小罐子里面去放在冰箱 剩下的这一点就放到外面了 随时都可以吃 咬了小半碗喝的甜甜的 今天热了一个老妈去吃酒席 打包回来的牛肉 还做了一个肉丸丝瓜汤 吃好饭我们就准备去摘百香果了 把袋子准备好围裙拿上 拿上工具就准备出发了 在外面的时候一直是晒太阳的还挺热 一进到甜里面很多叶子就挡住凉快多了 我刚开始摘了两个打开里面都没有熟 老妈说要按一下软的话才是熟的 这里的百香果不是很多 摘了好半天了才一小袋 老妈她倒是摘得挺快的 比我多出了两倍搞了一条 放到这个牛棚里面来净凉的地方就比较凉快 回到甜里面继续干活 这些百香果有一些甜里面的就大一点 有一些就小一点 和老妈我们两个人摘一球田 我从这头摘过去 她从那头摘过来 摘着摘着我都又渴又饿的了 现场剥了一个果汁来吃 一打开满满的果香味就飘来了 刚打开的时候这个是还没有爆汁的样子 一口下去满满的果香味 咱们家的这个黄金百香果是九甜一酸的 口味很丰富 摘了那么多也到傍晚了实在是太渴了 又来到水井这里喝一点水解解渴 顺便再来洗两把脸清洗一下 现在我们一人调了一袋准备回去的时候 老爸他开了三轮车来了 这条路居然在摘香果的时候还没有修呢 今年有这个路就方便多了 虽然还是泥巴路 要不然的话老妈就要调两条回去 把刚刚放在牛棚那里的摘香果也搬到这里来 现在老爸他去搭架子了 因为昨天下了很大的雨嘛 架子都倒了 把百香果放到三轮车上面 我们就可以空着手回家了 刚刚老妈一直牙齿痛头痛的 也是一直忍着摘完百香果了 回来他才吃药缓解的